我們現在來打一個現在外面市面上很流行的這種保健的食品 那它強調它可以消除疲勞 可以對身體有很好的保健 就是這個石蓮花 那早期石蓮花它的使用方法是直接沾蜂蜜吃而已 那事實上它也可以打成果汁 它也可以打成果汁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怎麼樣讓石蓮花打成果汁 那當然除了石蓮花本身的素材之外 我們還需要蜂蜜可以增加它的甜度跟香氣味 再來呢我們加一點檸檬汁 檸檬汁可以去掉啊 這種畢竟它是一種生的植物 它有一點淡淡的那種清草的色味 那檸檬就可以去掉這個淡淡的色味 那再來需要水 一杯水 好 那這時候呢就先把石蓮花放進來 我們今天的那個量不是很多 好我們用的杯子不是很大 所以不需要很多 好不需要很多 好這裡我丟了五片的石蓮花進來 然後呢加入蜂蜜 把蜂蜜也加進來 好 然後檸檬汁 跟水 再來要加入冰塊 可以防止啊 高速轉動啊 摩擦產生熱啊 破壞它的維生素 所以呢 我們加點冰塊 好 打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盛裝出來 記住喔 為了要健康 留住纖維 請你千萬不要過濾 直接倒出來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一杯我們的石蓮花枝